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着急让我回来 会把我急死了 瑶瑶 妈妈今天说的话你可要记住了 你必须马上离开刘东子 不能跟他来往 知道吗 妈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妈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马上离开刘东子 你必须跟这个刘东子情断义绝 不能有任何来往 知道吗 妈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前两天我跟你提到东子 你并没有任何的反对 你到底怎么了 难道连最起码的朋友都做不成吗 做不成 妈 你到底答不答应 我爱东子 我不能答应你 我爱东子 我真的很爱他 我不想失去他 我想一辈子和他在一起 你 你要气死妈妈呀 妈 你发誓 如果你再跟刘东子在一起 你母亲马美琴 死无葬身之地 来一生做牛做马 任人摆布 任人宰割 妈 你发誓 听见没有 妈 妈 是我也摇摇 是我也摇摇 妈 妈 是我也 妈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你做不到 妈妈做给你看 妈 妈 姚姨 你这是干什么 放手 你发誓 放手 你干嘛 你发誓 放手 放手 你发誓 放手 放手 再说 你放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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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你放手再说 放手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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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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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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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夜瑶瑶 说夜瑶瑶 我 我母亲妈妹琴 死无葬身之地 我母亲妈妹琴 死无葬身之地 来生做牛做马 任人拜布 任人宰割 说夜瑶瑶 来生做牛做马 任人宰割 妈 妈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为什么要这样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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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啊 妈 刘总 您找我 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 刘总 已经查到一些了 但有些话 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有什么话你说呀 别吞吞吐吐的 妈咪 宗叔 罗总 时装发布会的事 有没有跟刘总说 我正准备说 好 我来说 那我先走了 好的 宗叔 你看 玛丽成为红商的专属模特照片 已经登出来了 你看看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新闻发布会 我想很快吧 这次我们有信心战胜沙连 可不能小看沙连 他们诡计多端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也没什么 我只是想提醒你啊 商场险恶 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还用说吗 我罗婉珍不管怎么着 在商场上也打拼了二十多年了 是不是 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 还别说他一个沙连 他还能成为我的对手 希望是这样 东子 还在生我的气 我还不至于那么小气 但不瞒你说 我自认为我很了解你 依你的个性 是不会喜欢像瑶瑶这种性格的人 但你为什么会追求她 我很好奇 再加上我母亲的关系 我认为你是故意的 没错吧 你真的误会了 实话说 我认识瑶瑶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车站站台 看她画画 从那一刻起 我的脑海里 就会时不时地出现她的身影 后来 当我知道 你和瑶瑶之间的关系以后 我并不想告诉她 我和你是朋友 这也许是在我意识当中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们是朋友 让她难以驱舍任何一方 我不想为难她 我并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做了 也许我葛建松对你来说 不算一个仗义的人 但是我也不想为了朋友 而放弃自己的幸福 所以我想在瑶瑶面前 最好我们俩永远都是陌生人 她愿意跟谁就跟谁 最终由她自己决定 你看看 不用了 我已经决定退出 至少我现在必须这么做 你那天说得没错 瑶瑶跟我是不知 这么久以来 她在我心目中 只不过是小雅的替太平 如果再继续跟她交往下去 我会内疚一辈子 所以我必须放弃 这无论对我还是对她 都是最好的选择 建松 如果你真的爱瑶瑶 希望你能给她幸福 好 瑶瑶 对不起 我无法将你跟小雅区分开 在我心里 你永远只是回忆中的那个人 我不想那样 你应该有你的幸福 我没有权利剥夺你的人生 忘了我吧 我不值得你去爱 我只会太年生 我只是爱瑶瑶 你大人 不爱她 我不想那些你 你不就知 爱瑶瑶 所以油 我只是以为她 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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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去公司啊 没有啊 你去哪儿了 晚上有点失眠 出去走了走 难怪你晚上睡不着觉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我能有什么心事啊 人年纪大了 难免睡眠会少一些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他呀 想得彻夜难免 你干嘛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 你能做那么多让我难堪的事 那我说几句都不行了 刘宗叔 你告诉我 二十多年了 你是不是还不能忘了他 你想把我折磨成什么样子 你才算满意啊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你要干什么 你想让我少说 这是最好的办法 你父亲 你 你要走 你 来 瑶瑶 把牛奶趁热喝了 你又怎么了 妈 看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 是不是又在想那个刘冬子 你还有没有点出息 我没出息 我真的没出息 我没有办法忘掉他 瑶瑶 妈 你为什么要逼我 为什么要逼我离开冬子 你可是跟妈妈发过誓的 我不想看你反悔 对 你知道要是那样的话 妈妈会怎么做 妈 早点睡吧 怎么是你啊 从今天起 我每天负责接送你 为什么 难道是我妈让你这么做的吗 不完全是 瑶瑶 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 只是怕你嫌弃 不用了 我自己能走 瑶瑶 其实我跟伯母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觉得你很辛苦 所以我 建松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而且我知道我妈妈非常喜欢你 甚至不惜一切强迫我放弃自己的爱 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跟你有关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妈变了 变得不再是以前那个对我万般信赖的妈妈了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有喜欢的人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对她的态度突然有了很大的转变 有以前的认同到现在的反对 甚至不惜一切以死来要挟我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难过的是 倒不是她反对我跟她来往 而是我根本无法知道其中的缘由 建松 我妈信任你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请你帮我 我不想活在不明不白中 我去看吧 好大家休息一下 十五分钟后就再下一个课程 哎呀 太辛苦了 哎大家快来看呐 玛丽又上报了 还是连载呢 我看看 在哪呢 真棒 漂亮什么呀 我的自由生活 算是从此结束了 装什么算呢 心里巴不得想出名吧 你说谁想出名啊 当然是有人了 虽然条件有限 但仗着有钱的亲戚 想不出名都难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少装清高 你 你才出道几天呐 这想发狠 别以为有后台我就怕你 少来吧你 六红 我警告你 最好马上闭上你的臭嘴 要不然 我会用狗皮膏药把它粘上来 胆得跟你这种人讲话 你 好好好 路都走不稳 还想当专属模特 真是好笑 你这个小仙人 什么事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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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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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们 一个个都是女孩子 还动手打架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你们是模特 不是 不是街上女流氓 怎么 不服气 我告诉你 玛丽 别以为你是专属模特 就和别人有什么区别 相反 我要对你更加严格 第五曲 再跳二十遍 其他人休息 真是的 谢谢大家 别打架 就是 你真的打了 嘻 嘻 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电话 怎么接啊 我可不想输给你 真不接啊 可别后悔哦 是瑶瑶打来的 真的不接啊 你收了 我 该我提问了 问吧 你要保证说真心话 保证 如果很难回答的话 也可以拒绝回答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妈里 我喜欢你 对不起 妈里 你是知道的 我爱小雅 在她死了以后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无法自拔 但我遇见瑶瑶以后 我仿佛感觉 小雅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但是我错了 那只是我的错觉 瑶瑶毕竟不是小雅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有邪有种有感情 我不可以接受她 我不可以只让她 活在影子中 这样对她不公平 况且小雅对我来说 只存在于记忆当中 经过这么多事 我才发现 在我的心里 已经开始接纳另一个人 那就是你 我爱你冬子 我不在乎你记忆里 是否还有别的人 只要你喜欢我就足够了 我需要一场 要相信我的爱 要相信我的爱 两颗心不要分开 自从每天有你依赖 生命变得很精彩 爱我别害怕 你怕了吗 爱一个人没那么复杂 靠着我的肩膀 昨天的眼泪我会为你藏 爱我你怕了吗 你别害怕 你别害怕 快把心情好好收拾一下 都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要开车送你回家 爱我别害怕 爱我别害怕 因为我母亲 我母亲马美琴 会似无葬身之地 来生做牛做马 任人断步 任人宰割 母亲 父母亲 父母亲 都是 爱我 他 平衡 自从每天用力依赖 生命变得很精彩 爱我别害怕 你怕了吗 爱一个人没那么复杂 靠着我的肩膀 昨天的眼泪我会为你操 爱我你怕了吗 你别害怕 快把心情好好收拾一下 都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要开车送你回家 爱我别害怕 放开车送你回家 我 姚姚 你在干什么呀 放手啊 姚姚 你这样的意思是病的 你别管我 你放手 放手啊 姚姚 你不喜欢巴黎吗 你跟她在一起好了 干嘛回来找我 姚姚 你不喜欢巴黎吗 有肚子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说过 我不在乎 是不是小雅的女带着你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呢 感到你真的忘了我的吗 姚姚 不行 是这样的 你都不用笑我解释 几个小时以前我还在想 我要用一辈子的世界去爱你 是你不惜违备过母亲的誓言 可你都好 这么快就变心了 你走啊 走 姚姚 你先上车上车再走好不好 你放手啊 你别任性好不好 先上车 放手 姚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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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临成这个样子了 出什么事了孩子 说话呀 快坐 我去拿衣服 妈 我想知道理由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跟冬子在一起 你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啊 哪有什么理由啊 妈就是不喜欢那个人 我不要看到你和他在一起 妈 别说了姚姚 你跟妈妈发过誓的 你不能出尔反尔 快去换衣服去 哼 瑶瑶 瑶瑶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上哪儿去了呀 冬子呢 死了 你说什么 今天晚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你疯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没胡说 我要跟他决斗 大不了于死网破 同归于尽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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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门 喝点热奶啊 不用了妈 我不想喝 妈 你再跟谁赌气啊 让你为妈做点事就这么难呢 你给我记着 天底下没有不能忘记的人 只要你想忘记 你就一定能做到 来 趁热把牛奶喝了 早点休息吧 我已经打电话给葛建松 让他晚上来家里吃晚饭了 妈 你 妈知道他喜欢你 你们俩也挺般配的 冬子 好 爷爷 快去换衣服 冬子 小心 上面有人要跟你决斗 快 快 滚 帅 帅 我 马国 时 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 太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定准时到 你干什么呀 笑什么笑什么 玛丽 我跟你说 你先说吧 是这样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你能不能答应啊 没问题 我也有个事也想请你 你要是答应我 我就答应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会讨价还价呢 那当然了 到底行不行啊 好好好 是这样 刚才导演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说给我加戏了 而且现在就拍 所以我想 让我提起去办公室对吧 对呀 你也知道 我是怕那个主任穿了帮 那可就不好办了 是不是 毕竟我也不想再把家里弄得鸡犬不宁的 是吧 没问题 对付你们企划室那帮人 是我的强项 我答应你了 你该答应我了 说吧 今天媒体要采访我 他们要是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我能不能说他叫刘冬子啊 随便好了 真的啊 真的可以说吗 我说了随便呢 拜托你了 拜托你了 这么说马美琴在离开清平县之后 再也没有结婚 对 刘总 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你说 他们告诉我 马美琴在清平县剧团当演员的时候 跟一个与您同名的人相爱过 并且快到了结婚的阶段 我想冒昧地问一句 这个人 是我 没错 不然我怎么会让你去打听她的消息呢 如果真是这样 根据时间推算 那马瑶瑶很有可能就是您的 是我的女儿 解松了 事情到此为止 就不要跟任何人说了 我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 在晚年的时候 我不想再惹出什么麻烦来 我清楚 妈 怎么样了 瑶瑶 好 好点了吗 我炖了一点汤 一会儿起来 你喝一点 好的 好多了 我去买点盐 你还要点什么吗 不用了 那睡吧 吃饭的时候我喊你 你说什么 瑶瑶生病了 是啊 昨天晚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你看今天这么忙 她偏偏赶上这个时候生病 东子 换服装 外面 为什么要来找我 住院了吗 对 我想听你说实话 为什么要骗我 总说 我们现在说这些 还有必要吗 你有你的家庭 我有我的生活 我不想打乱现在的平静 就算瑶瑶是你的亲生女儿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么多年来 我都对瑶瑶说 她爸爸已经死了 你说 现在你让我怎么跟她开口说呢 她也不是小孩子了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骗得过去的 总说 你别期待什么了 就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 没有这个女儿 行吗 妹妻 况且 咱们都已经过去这么些年了 又何必非要揭穿她呢 总说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当务之急 你只要把自己的女儿 病治好 你的身体好了 就是我们母女最大的福气 我走了 以后 咱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你只要 保重好 你自己就行了 远远 妈 我没有听说 你不想想想想想想想法 你已经死了 那天你们还当着我的女人 装作不认识 我到底在你们心中算什么 到底算什么呀 杨阳 杨阳 我从小长到大 最羡慕别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爸爸 我常问妈妈 为什么爸爸会死 为什么我们却还活着 你知道我妈是怎么说的吗 她说因为我太顽皮了 经常惹爸爸生气 所以爸爸就走了 到天国去了 爸爸说 只要你听话 爸爸就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带下辈子回到我们身边 想象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太天真了 我居然相信了妈妈的话 老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 整整待了一个下午 我想 只要我不顽皮 只要我听妈妈的话 爸爸一定会在下辈子回到我们身边 可是后来我姐姐长大了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下辈子什么概念 死又是什么意思 你没必要向我说对不起 你没必要向我说对不起 我没有父亲 以前没有 现在也没有 你没必要向我说 杨阳 我真的很讨厌你们 杨阳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跟你说呀 不要再说了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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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您这是 回去吧 爸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来阻止我跟瑶瑶交往的 你说什么 你跟瑶瑶交往 你们是恋爱关系吗 也不是了 我们只是好朋友 东子 你有你交朋友的自由 我怎么会干涉你呢 回去吧 他心情不太好 过几天再找他 他心情不太好 他心情不太好 他心情 那一是我 他心情不太好了 他心情不太好 请问玛丽小姐 你是模特界的新人 那你会出任红商服饰的 专属模特有何感想 这方面我倒没有想很多 我希望自己能努力 做好自己的工作 让大家都满意 那你觉得自己的气质 符合红商品牌的特点吗 我觉得应该符合吧 要不然通司也不会选我对不对 现在喜多宾活都想往影视方面发展 你在这方面有没有这个打算呢 我 我觉得自己有没有兴趣是次要的 主要是有没有导演愿意用我 怎么回事 怎么没人问我的个人感情 真是的 越是想让你们问的东西 你们越不问 请问玛丽小姐 你喜欢什么样的宠物 玛丽小姐 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哦 哦 它叫东子 是吗 是狗还是猫 什么 我问你最喜欢的是狗还是猫 哦 当然是小狗了 嗯 你去哪儿了 嗯 哦 出去走走 怎么你没去公司啊 不用你提醒我 我当然会去 倒是你啊 我最近觉得你怎么变得有点奇怪了 初初进进来来往往变得神神秘秘的 你能告诉我你在忙些什么吗 嗯 你不会又堂塞我说在忙公司的事吧 你怎么了你 疑心病又犯了 我出去走走难道还要向你汇报不成 我哪敢呢 你有你的自由吗 是不是 但是别忘了 我是你的妻子 你的妻子有权利了解他自己的丈夫 我尝尿 你 浩وم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